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吃午饭了 现在中午十六点 吃完午饭要去现场干活 昨天中秋节 回来两天了 四菜一汤啊 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 多吃点菜啊云 感觉你没有胃口一样 今天一大早去吃了两个月饼有点饱 吃两个月饼啊 一下子吃那么多月饼干嘛 太好吃了 还想多了个月饼 没有了 没有了 两盒吃完了 难怪爷爷不买月饼给你 吃东西要有个度啊 一下子吃那么多 奶奶都不愿意买月饼 买天一下就吃完了 哎呀 那个人都拉到门口啊 拉到天买 拉到门口就买了 拉一变就挺 嗯 这样子都搬来的行 拉扯很多 可以乖 什么价值 阿公这样 要么人家没落着 从落白骨不好拉 才落白骨包的啊 哦 哎呦 这两个月饼 也要给饭顶顶顶的 哦 嗯 嗯 白骨不白骨 就拉到天乡了嘛 这叫做落白骨包就好了 难怪呢 爷爷说 没钱买就没钱买 后来很多网友说 没礼貌 跟爷爷说话 他只是实话实说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的 小孩都是比较馋 你看看 说实话甜甜的 很好吃是吧 小孩都喜欢吃甜食 很粉 我特别喜欢吃咸蛋黄 老爸今天也没什么胃口 吃两碗饭再和我们一碗浇霜 吃两碗饭还没有胃口 吃两碗饭的胃口有多大 很大了 我吃的好精 我觉得已经还是相对 说里面其他小孩算是挺话的 吃不下了 早上吃哪些位置 吃不下就不吃了 吃不下就不吃了 包了 在这儿圆 听话的就好 然后我们在家 帮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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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家说帮忙睡 帮家说帮忙睡 这时候我们在家 这里可以帮忙睡 在床台 帮家说帮忙睡 帮忙睡 帮忙睡 上一期视频 很多网友在我 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让我教育好小孩 再不教育的话 就要变坏蛋了 你要玩难教 这样子 感谢大家的留言指导 说实话 小孩我一直都有教 平常 不过他我也知道了 他说话比较直 你内心 其实还是挺善良的 挺有孝心的 有时候说话 比较直 不过在我们家 可能他 跟我学吧 我跟爸妈说话 也是很直 直来直往 不会拐要磨掉 我们这个小家庭 就是这样 平常日常交流 都是 实话实说 有一说一啊 我有个亲戚 家里有几兄弟一起 住家一起吃饭 他们家 属于大家庭吧 平常有什么的话 都 不敢当面说啊 平常交流 都是华言巧语 就是拐弯墨脚啊 我不太喜欢 拐弯墨脚 有什么就说什么 平常我教小孩 小孩做人啊 也要教他 我说 有善心 爱心 同情心 还有良心 啊 不要欺负别人 就可以了 我不 我不 我不要求那么多了 也不要求他 然后做出什么伟大的成绩 有些人他要求小孩 要求很高 说话要怎么说 吃饭这个动作要有什么标准 在我说实话 我也没有学过怎么去教小孩啊 都是慢慢摸索 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就是一些小细节啊 比如吃饭 有些网友说 要怎么保持个姿势 好看文雅 所以平常我有教 反正感谢大家的留言指导吧 这个粥 爸爸吃了 嗯 说实话 语云 有时候你说话 是有点不礼貌 说话又大声 在家也是这样 在外面也是这样 在主教一样 以后注意一下啊 哎呦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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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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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能做 嗯 真的我们家都是 不太注重细节啊 可能是 有时候比较忙吧 特别是浓忙的时候啊 哪里还注重什么细节 回来就巴拉巴拉的 怎么舒服怎么来 吃饭 是啊 比如说 那 雨都要来了 稻谷还在外面晒 嗯 你去慢慢文雅了 雨来了之后 大骨都冲走了 嗯 特别在在楼顶上面的大骨 是吧 一定要快 准好 嗯 不去欺负别人 也不要让别人欺负 在学校知道不 是啊 嗯 既然有 有爱心善心良心 还有功德心 也有功德心 反正要很多个行啊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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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